24位佛光青年回到 怡保禅禁中心庆祝新年 活动中佛光青年学习制作花生饼 在佛陀前抽签普世 顾免彼此在生活当中修身养性 运用佛法解决问题 佛光青年也和法师们一同入境 拍摄新春祝福MV 传递新年的祝福 并以各种不同的祝福与祝愿众生 在新的一年新年快乐 以水自在祥和欢喜 佛光青年借着活动的姻缘 回到慧命之家相聚 也共同拉开2024年的序幕 新的一年祈愿大家时刻提起正念 将佛法运用到生活当中 人间卫视马来西亚 怡保采访报道